知名的台东木雕师西聚苏菲作品多以上海之间为主题 不受拘束自由创作 而来自澳洲在台东定居的迈克尔 跟着西聚苏菲学习漂流木创作 五年来作品大受欢迎 这两能木雕各有特色 超脱商业化的创作 朴实的保留木质原来的独特性 展翅翱翔表现对自由的向往 台东知名木雕师西聚苏菲 以翅膀作为创作符号 让来自台北的侯小姐非常触动 这个作品是我的翅膀带我回家 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都有一个归宿 我认为台东护许就是我的家吧 翅膀它是一个 有点是飞翔 就是那种超脱现代生活 然后就是 比较不太想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然后可能会很多的一些想法看 可不可以超脱到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说看看到底活着人在想什么 身为都兰山剧团的团长 戏剧苏菲曾经到纽约公演 并展示雕刻作品 他在历经台北的打拼生活后 决定回到原生的台东都兰 希望透过创作 让阿美族的传统再次回来 我们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十二年十三年了吧 那时候这边也没有什么人 大家好像就是跟废弃的一般工厂一样 但是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也是很乱 现在差很多 废弃的台东堂场 因为文化而打响名号 成为游客景点之一 五年前 澳洲籍的Michael 被台东的山海和原住民的文化吸引而来 跟着戏剧苏菲学起了漂流木创作 长长作品一完成 马上就被买家收藏 有海边有山 最好是这边的人 有山 有那个原住民的文化 他们很欢迎光临别人来这边 我来的时候刚好有八八台风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漂流木 跟一些原住民一起学 西方人遇上东方部落之美 撞击出美丽的都兰唐厂文创产业 让台东又多了一处旅游景点 也为阿美族传统的复苏带来希望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台东采访报道